在梦想街有个门排号妈妈 欢迎来到梦想街57号 南宁诈骗案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那我相信电视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到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我周围有那么多的朋友 深陷在南宁诈骗案当中 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朋友 那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也许你的亲朋好友都深陷其中 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制作单位来联络 今天我们同样有两位被害人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揭露这个南宁诈骗案的 真实的一个面貌 今天我们也特别欢迎两位专家 第一位是我们的友志 欢迎友志 谢谢好 大家好 好 另外还有盛梅 欢迎盛梅 朋友好 好 另外我要特别介绍的 就是在这一次的一个 南宁诈骗案当中 首先率先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揭露的 就是我们的叶先生 欢迎叶先生 好 叶先生在9月20号对不对 对 20号左右是到南宁 还是到我们节目了 已经到 已经回台湾 已经回台湾 那他是19号的时候 刚从南宁回来 20号就马上上我们节目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南宁诈骗案 后面还有后续当中 甚至我们的叶先生 有跟当时的一个加害者 来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不过这个沟通的一个过程的话 可以说是惊险利利 待会我们要请这个叶先生 也告诉我们大家 在那个交涉的过程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外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的 是另外一起的一个诈骗案 我不知道他跟南宁的关系 到底生不生 这一位是陈先生 欢迎陈先生 大家好 好 陈先生 您的诈骗案跟那个叶先生的一个诈骗案的话 不太一样 但是您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惊险 这一次的地点呢 居然转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居然转到了贵阳去了 居然转到了贵州去了 诈骗集团呢 从南宁现在呢 跑到了贵州的一个贵阳 然后呢 居然呢把这个我们的陈先生呢 软禁 软禁了八天 甚至呢在这一个软禁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人全部都监控着他 他可以说是逃出贵阳的 好 到底怎么样逃出贵阳的 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其实呢是以南宁 就是广西南宁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 特别讲到就是广西南宁的 资本运作的一个操作模式的一个老鼠会 但是呢因为中国大陆的政府打击不法 所以呢这一些老鼠会的老鼠头 那这些老鼠呢现在呢 纷纷转往全 这个全中国大陆的一个各地 甚至呢来到了陕西的西安 甚至最远呢还到了这个东北地区 另外河南的郑州 江苏的南京 安徽的河肥 四川的成都 甚至连贵州的贵阳呢 都可以发现 这个南宁的资本操作的一个方式 我问一下那个陈先生 陈先生你被转禁的地方是在贵阳 对不对 当初你是怎么样到贵阳去的 就是朋友邀约 前同事邀约我过去说 要去看当地的 他投资的饮料业 餐饮业 还有汽车美容 对 就是说他这边发展的很好 希望我能过去看 你本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过去是从事服务业 对 那带你去的那位姓什么 姓徐 徐先生 对 徐先生也是从事服务业的 对 过去我跟他是同事 共事过两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他的为人 他的处事方式 你基本上都知道 对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 这样 那他对你不了解 应该还好 可是在这个邀约的过程中 从今年过年年初到四五月左右 他就是不断的联络 邀约我过去这样 那去的时候他有告诉你哪里 他就直接说贵州 对 但是他又不讲明说详细地点在哪里 其实我当其中我有问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详细的地点 他就是说就是在贵阳市这样 他就其他的都不讲 这个操作方式又不太一样 南宁的话连南宁两个字都不能提 都不能提 还说要低调 还说要低调 对 完全都不能提南宁 因为南宁应该被打击的一个步伐的话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一旦讲述南宁的话 大家搜索查一下 大家基本上就知道 可是贵州就不一样 贵阳他就不一样 对 他就直接告诉你贵阳 对 然后你们买的机票呢 他其实当初就很热心说 要帮我买机票 对 他说我有认识的旅行士 我帮你安排会比较便宜一点这样 对 然后他就帮我买到贵阳 你也是一样给他刷卡是不是 没有 当初是 他说他要先帮我付 可是我就觉得说 没关系 我自己先出这个钱 对 我就不想欠他人情这样 那我就自己出钱买机票 对 然后我也有跟那家旅行社的接触 就是他介绍的那家旅行社的接触这样 对 然后你们订的机票呢 时间也是你订的 他订的 他就说安排那时候 他就说那几天有空 那你就过来看一下 对 然后其实这当中 他有没有跟你特别讲说 你最好安排几天的行程 因为我记得南宁 南宁的话好像是几天啊 就七天啊 七天嘛 标准是七天六夜嘛 那贵阳呢 他也是七天 可是很好笑的是 他委托那旅行社安排我的行程 没想到 不知道是他出错还是旅行社出错 他竟然是十天的行程这样 他帮你安排十天 对 所以我多了三天的行程 没有 应该是旅行 那个是你订错吧 不是 是旅行社搞错 我看一下 你听说你有带那个机票来 是 对 确定是旅行社搞错吗 对 因为像我出发前一天 我跟你说 这个诈骗集团 因为他只帮你安排了 七天的诈骗行程 你要是多两天他很麻烦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 对 他没有行程安排给你 干不干嘛 他又不使用你告诉他 对啊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本来是六 你又六月份才去啊 对 六月 你才刚被骗回来 最近的事耶 对 六月六号 六月六号 然后到六月十六号 所以你本来的行程是六月八号 八号 对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台北桃园 然后要飞往桂阳的 桂阳龙东宝机场 然后再从桂阳直飞的 桂阳飞回来桃园 就是十六号的时候再返回就对了 所以是安排了十天的行程 对 因为我 然后这趟的机票钱的话 是你自己付的 是的 付了多少钱 两万多左右吧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 桂阳跟南宁 桂阳好像听起来的话 也不用迂回一下 有差别 有差别 因为南宁还迂回了一下 对不对 你们那时候你是迂回到哪边去 就是说我们先到澳门 你到澳门 对 然后就说 他就接到电话就讲说 可能今天要先去南宁这边 对 可能要先住个两天这样子 看美食姐这样子 所以你那个还要被骗 还要骗一下 然后地点不能说 但是那个陈先生这边 就直接飞到了桂阳 好 到了桂阳以后的话 是不是也有黑头车来给你载呢 没有 普通的车子 就是小轿车 而且你知道南宁还要 南宁还要有一个人带着 对 带着走 但他自己去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是自己飞过去 对 然后马上你的朋友 就那个徐先生 马上就来接你了是不是 他应该很早就等 而且班机有delay 对 所以那时候 我到达的时间是4点左右 原来是3点 预定是3点到达 可是最后下班机是4点 对 然后他来接你的话 是一个人来接 和他的应该也是老总在那边 跟一起去接这样 两位 两位 对 去接我这样 那还有司机吗 包含司机 司机在就是机场外面等 对 那这样子总共是有3个人 连同司机的话是3个人 连你的话是4个人 4个人 好 那下了飞机以后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 哪里不对劲了 还没有 还没有 这时候都还没有 这时候就觉得 你还是要去考察的 看饮料店 还有看什么 他的汽车没有 汽车没有 对 然后呢 之后呢 之后 像我们做车的过程中 我们有经过一个所谓的 中天方舟的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是全亚洲最大的楼盘 对 就是社区建筑这样 大概有7公里的长度这样 因为我们在那边开 他就慢慢开 开了大概5分钟 他就说你看 从刚才到这里都还是 还是这个楼盘 有那么大这样 你想想看大陆的建筑有多好 贵阳的建设有多好这样 也只是开车这样子经过而已 对 他没有开进去 他只是就经过外围而已 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大概到了快5点多左右 到了他们的据点就是 贵阳市寄层里面 对 贵阳什么 市寄层 贵阳市寄层 对 这边有没有他的照片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贵阳市寄层 哇 你们就住在这个里面 对 好 这看起来还蛮豪华的 对 还不错啊 对啊 有那个蓝里面的蓝银河 那你们有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 来到贵阳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去住一下饭店啊 什么的 那招待你应该招待饭店啊 那他怎么样跟你介绍这里 为什么是贵阳市寄层 他当初还没有讲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只是说这边有400 总共将近500栋的房子 都叫贵阳市寄层 就是这个区域里面有500栋的房子这样 对 然后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直到介绍这个行业之后 他就说你仔细看看这个 他这边有各个小院 就是小区嘛 有什么隆凯院 隆景院 隆耀院那些的 那其中有四个小院 代表近代四个围人 就是中国近代四个围人 那里面其中的栋数没有第三栋 对 就是你会数一二四五六 你说这一栋一栋里面没有三这样子 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找三个下线 他终于要去找三个下线 有闻到 味道 有闻到 味道 来来来 跟那个谁啊 郑美 南宁 五阶三级那个 南宁那个是不是也这样子 密码永远是三 密码永远是三 他会带你去五项广场 对不对 阶梯29个分三阶 你应该有听过吧 叶先生跟你那有没有很像 似曾相似耶 你的是看哪边啊 你的是看那个 就是说他们会有那个 他们说会有那个雕像 对 然后就是说会有那个小猪嘛 一只母猪 然后下面有三只小猪 你说贵羊吗 不是 他说南宁 他才是南宁 就是说他那个公园里面 会有一只母猪带三只小猪 他说你就是这只母猪 然后你要再带三只小猪 而且三只小猪也是三对不对 对 然后你那个的话是真的缺三吗 你有没有跟他数过 那边有四百多栋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数 可是他带我去看 是的确没有三栋这个数字 不过你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不知道 同事行业嘛 对 还不知道 然后就入住到这里四季城 对 然后第一天的行程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就是晚上 晚上有吃一个 他们可能像南宁一样的行业餐 可是我看了节目之后发现 我觉得我损失很大 因为我只有去吃牛排而已 牛排不错啦 牛排不错啦 你还要吃什么 牛排大概跟路边摊的等级有得比吧 虽然它是在一间百货公司里面开的 这样 而且又小小一块 在冯雅夜市里面那个牛排摊是不是 对 而且你那个人有没有很多啊 你那次行业餐有没有 流水洗到 那叶先生你的行业餐到底吃得怎样 你的是在南宁啊 没有 他是带我们去吃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去跟他们去吃那行业餐 可是他有带我去那个 一家附近的饭店 金旺角 然后就会带我们去那边吃早餐 然后里面就很多台湾人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在那边互相就是会 打招呼 照应这样子 你是每天吗 就第一天 只有第一天 第一天 那你的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呢 就说都是出去吃好料这样子 出去吃好料的好 那也吃得不错就对了 对 一定都吃得不错了 那你的那个 那个陈先生你的第二天呢 都是在家里自己煮 他们自己煮这样 自己煮喔 对 为什么自己煮 他们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 他们做这行业的时候 所以他都没有带你出去吗 第二天应该有吧 有 有带我出去 第二天呢 他其实呢 有去逛那个国际西南商贸城 对 为什么逛这里 他说国际西南商贸城是 未来中国的一个物流中心 对 未来就是各个物流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会集中在这 然后从这边发送出去这样 他有没有跟你讲说 这一个是国家重点开发的一个建设 有 他有提到 对 他有提到 其实有之真的贵阳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算是 中国大陆那个西部大开发 往那个 一带一路 西部 对 那个地方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甚至连那个郭台铭 都要往那边去建设发展 对 而且那边好像设了很多的台商 很多发展的重点也是在那边 因为大家会印象说 政府的政策 会让整个地方会一直发展 最明显的是什么 青春 有沒有 深圳 深圳 深圳以前也是小于之 政府一个特区 从20万人口 可以变到1000万人口 那没有理由 就是因为政府一个政策 所以你看那些照片集团 他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是国家的 政策的 默许的 所以你看我跟你举例 贵阳现在已经中周春 大中国的戏谷 现在在这边设点 你看这未来发展多好多好 让他们会信任 陈先生 他是这样子讲的话 你那个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 你看这点他一定有讲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贵阳跟南宁 其实还是有区别 是你刚刚问的 那个很关键的话 因为只要提到南宁呢 他们都不敢讲 而且要从什么香港 澳门其他地方转机 所以南宁 其实已经臭又烂了 上网全部都是诈骗嘛 可是贵阳还没有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更害怕了 因为每一个诈骗案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关键的梗 南宁是什么 是东协的入口 你一听这是对 是正确的啊 不是骗子骗你 真的是东协入口 对不对 你有去看嘛 那贵阳更恐怖了 因为刚刚友志已经讲了 贵阳是整个中国政府的 西部大开发的 一个关键的地点 为什么 因为西部大开发 有12个省份 包括我们刚刚讲什么陕西 湖南 其实广西也在里面 对 内蒙 新疆 好 但贵阳又是一个关键的重点 是因为呢 中国政府在2010年已经讲了 从2010到2020开始 这10年是我们中 这个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年 然后刚刚友志讲 中国矽谷现在就搬到贵阳 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搜索上去 最近习近平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那张照片 所有全世界顶级的科技界的老板 对 都跟他见面 全部去找习近平 包括祖克伯 祖克伯脸书在大陆 是不能上去的 他为什么要风尘仆仆去巴结习近平 因为我希望到中国的矽谷 到那边落地深耕 中国矽谷在哪里 在贵阳 这是第一个 当这些大老板都去贵阳的话 这是那个点 第二个 鸿海已经在贵阳 盖了一个大数据中心 富士康在那边有多少员工 你听到富士康要在那边盖大数据中心 已经盖了 第二 所有的大老板 十几个科技业的大老 都在贵阳盖这个公司了 他已经变成中国矽谷之后 有没有工作机会 有 我这样讲你想不想去 想 直接贵阳就去 我为什么不去 所以你看那些大老板都过去了 他们盖了一堆工厂过去 所以你说未来的话 那些人员会不会过去 一定过去 来 陈先生 他有没有跟你说 有 说郭台银过去了 有 也有跟你说 有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说 郭台银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 没有 他有的时候来自叛逛 你知道南宁的话是讲李嘉诚 对不对 什么李嘉诚 还是谁 还有马云 全部都过去了 有没有请胜美这边一份子 好 那第二天的话呢 刚刚我顺便给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看一下地图 因为不要到时候 被骗到贵阳以后呢 你们都还不知道在哪边 南宁很多人被骗到南宁 都不知道南宁在哪里 甚至那个大学生 回来以后他才发现说 南宁原来跟湖南 是不一样的地方 来给各位看一下 贵州在这边 贵阳是他的一个省会城市 那他在这个广西以北的地方 另外呢 他的交界的地方 还有一个云南 那在讲呢 他是一个中继站 为什么讲中继站 也就是说呢 中原地区的货品呢 如果要往大西部地区呢 输送的话呢 都会经过贵州 尤其是到云南 那甚至呢 往那个东南半岛这边的话呢 也全部都从这边走 所以这边是一个中继站 所以呢 他们国家建设里面的话呢 倡导的就是 这里呢 是一个运输的一个中继站 然后另外呢 也是一个科技的一个新地区 好 这边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好 第几天的时候呢 他开始要让你了解行业里面的事情 第四天 他就是早上 第四天 对 他一早就跟我表明说 我不是 我没有来这边投资 餐饮业和汽车美容 我是做国家建设的 他就这样讲 所以这前面几天 你都没有跟他提出疑惑 就是说 我的汽车美容 我的那个饮料店 到底在哪边 我很想问 但是我想说 他可能 因为刚好那两天是假的 他可能 我想说 可能是休息还是这样 好 我画一个界限 6月6号 6月7号 6月8号这几天的话 你还有往外面跑 对不对 对 就是说你们还会到外面 对不对 对 你还会到外面去参观 那到了6月9号以后呢 他就是 开始带我上课 6月9号以后 就一直都在这里 对 一天有 对 都在贵阳市街 听说你们这前面这三天 你们出去外面走路的时候 后来你想起来的话 都觉得有点可怕是不是 对 为什么 他们是 就外面逛的时候 对 他们就是老总 两位老总走在我前后 大概两三公尺的距离 然后旁边一位 就是同事 他就紧贴在我旁边 这样 然后我到后面想想 我觉得他是 根本是趴我跑走 因为我不管我要去 你这是大老板 比較有的规模 这是旁边有保镖 头上跟你开导 对啊 后面还给你顾问 对啊 后面还给你顾问 对啊 后面还给你顾问 他们就是后来想 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对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奇怪 我不管我去哪边 他们都是这个队型 都是这个队型 对 几乎都是这个队型 叶先生你在点头 你的也是吗 差不多啊 真的吗 他们其实就是说 除非是我跟我那个朋友一对一 除非去楼下吃饭 那我要是突然说 我去对面买一个饮料 这样子跑走的话 其实我在那边我跟他说 然后他们也跟着过来 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有提出说 我想要用一下电脑 附近有那个网卡可以用这样 然后他也是跟我说 就是不让我去这样 对 就说那边很烂啊 空间不好什么的 就不让我去 所以你都不能脱队就对了 不行 那陈先生你也不能脱队 对 我去像刚才主持人讲 我要去买个饮料 他也是跟着去 我要去拍个照 因为我很喜欢拍照 他也是跟着去这样 走路的行进期间都是 他们走路的速度都非常快 对 好像很怕我去拍一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行进速度很快 对 他们走路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不像是游览的方式 对 就是走得很快 就是有点在催促你说 赶快走 干嘛 好 那到了6月9号以后的话 你已经开始形同被软禁在四季城 对 就是每天一天 你那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 担心到安危的 是6月9号当天吗 没有 这几天都 好 那6月9号他们 6月9号的时候 他已经跟你讲说 他没有要带你去看 对 看什么汽车美容 没有要看饮料店 那时候你那时候 有没有惊觉到这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有 对 但是我就想说先姑且 听听看他要讲什么这样 对 然后他们就是一天有四个课程 对 然后一个课程一个小时 然后都是一对一这样 一对不像南宁这样 好像是一群人去听一个课这样 然后那边都是一个老总对你一个人 这样上课这样 到第二天就开始问你说 你听得懂吗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对 对 然后或是到后面有比较硬一点的 他说你来几天了 你怎么都还听不懂 我们在做什么这样 就是有点讽刺性的跟你讲话这样 就是说你都来几天了 怎么还看不懂 听说你听到要杜菇去吗 杜菇 那是第五天的那个晚上 他们有介绍所谓的生活经营管理 20条 生活经营管理 20条 什么是生活经营管理 就是他们的生活行规这样 对啊 那就是有讲到说 譬如说 一天只能花多少钱煮饭这样 煮菜前要多少钱 或是像我刚才讲的 一天可以开多少钱 一天你会记得多少钱 好像十几块的明币而已 就是开火的明币这样子 是的 你们贵人有到山了 人来你都吃大餐 其实上次没有讲说 其实第三天 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就是没有医院嘛 他带我去那个 他们市中心有一个 就是类似像酒店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就是说 会安排那个人坐在你旁边这样 安排小姐坐在你旁边这样子 然后看你什么反应这样 美人计 对 有点有点 他那边的那个夜场 那个发展规模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我们节目里面唯一有上到酒店的是你 因为他们可能不敢讲 跟我上次一样我也不敢讲 那你酒店你到底有没有花到钱 有没有摸到小姐 我但是不敢喝他们的酒啊 你知道喝一喝啊 不然把酒丢掉了 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吓到了 他那时候其实 我们来我们节目里面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受害的观众朋友 他们连 那个房子里面的水他们都不敢碰 都不敢喝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都已经有点 有点惊恐的感觉 就有点就是怕说 就是说他们饮水 记得水 喝一喝一口 觉得好像有怪味 可是其实是没有 可是我们会害怕说 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加东西这样 不过你们那个 到底有没有生活规范啦 南宁有没有这样子生活规范 他们都跑酒店 哪有什么生活规范 可是我怀疑是有啦 因为你想想看 来我们节目有这么多人 显然被骗已经超过20万 我们甚至估有大概30万到40万嘛 他一定有生活守则 只是我认为南宁没有公布 可是贵阳不是有一个生活守则 刚刚庆雪不在问说 一天菜钱多少 他们早期一天菜钱五毛钱 才五毛钱 为什么呢 因为贵阳跟那个南宁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刚讲了 他是在更西部的地方嘛 那早期在这个地方 从事这个行业的 多半都是回民比较多 比方说来自甘肃 陕西 他们还不准吃肉 所以他们的行业 因为餐里面规定是不能买猪肉 就有一些细节 真的还假的 不准吃猪肉 因为他们讲什么 他说 我觉得这个生活规范 大家可以参考 不要觉得诈骗集团生活规范 就不能遵守 我觉得可以遵守 我们自己也可以用 我们自己可以用 我举几个例子 因为上面那个字数比较多 我先讲吃的 第一 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买猪肉 因为我们要感谢之前的 这些来自甘肃跟陕西的朋友 所以猪肉就不要吃 但是要吃鱼 为什么呢 跟他的工作有关 他说呢 我们要教这些人 各位你们这些人来这里 教你们钓鱼的方式 所以当一个条鱼端出来的时候 顺便要讲解 懂吗 我与其教你怎么样去钓鱼呢 不如让你怎么样去生存 用这个鱼来教他们 这是生活公约 那再来他在生活公约里 你刚刚讲到我回答你 你刚刚说那个 他们走出来都很怪对不对 对 生活公约里有 规定三个人不能走一排 要前后 走路有严肃的规定 来 第四条有没有 就是说不得三人以上并排而行 不要并排 千万不要并排 对 可见他的暗示就是你要一前以后 三个人会给他压力 如果他走在中间 两个人架在你旁边 你不会觉得 你是要控制我的行动吗 将来他也可以拿这个做告诉 对 一前以后感觉就是 你知道就是 就招待你来看看 这是三个人不要一排 还有最重要 他叫你不要在对方附近打电话 有没有 男龄也有啊 他们一定去阳台打电话的 对 你看 生活守着是一样的啦 他们是怕被你们听到什么 对不对 一定的 那你们讲电话到底能不能 我们讲电话才会在那边看啊 就 那你们的电话可以打出去是不是 是 要开漫游 一定要开漫游 才可以打出去 那网路不能用 网路基本上 网路是绝对不能用的 那LINE跟FB是一定不能用的 诶 程先生 听说你们在那边管控很严 对 他就是跟我说 去的时候我就说 这边没有网路 因为我原来有在大陆工作过 我有办门号 可是没想到 可能太久没用被停用了 对 然后我又没有办漫游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边的网路坏掉了 对 就是用各种理由说 不能用就对了 然后我到外面要用网路 他也是会三番两次的阻止我 而且你们听课的时候 那手机呢 你能不能把 我说我要录音一下 我怕我会忘记啊 其实我当初说我要笔记 然后说他可以写给我 可是他写的东西全部 最后都是自己收起来 他不会交给我这样 对 所以我现在手头上就是 没有就是都 要做笔记的东西都被他收走 那手机呢 手机我本来享用 可是我发现他们都会注意 我在干嘛 对 他都会很 就是很小心在看我 他有没有叫你手机 要把它交出来 是没有 对 但是他 最后要离开前 他有检查我的手机 然后把我手机 把我手机的照片全部闪掉 那个已经侵犯了 可是第五条 严格控制电话使用 可是你不交付他人怎么样 不能用电话 他还有一个呢 严格控制电话使用的时间 就是叫你们不要 没必要不要 严禁在行业内外 打普克牌下向期 对 他就跟 他当时是很明确的跟我说 他要把我手机的照片刪掉 对 他就说怕有些东西 不利于他这样 对 什么东西叫不利于他 你们不是要去那边做投资的吗 对 他就是把一些 譬如说我拍他们里面的 室内的那个照片 就是他们住宅的照片 或是他们住宅周边的照片 他全部刪掉 对 然后也去 反正他最后拿走我的手机 我也没有去看他说 他刪了什么东西 但是的确有东西都被刪掉 照片都被刪掉了这样 不过你在那个听客的过程当中 还偷夹带了一张纸条出来 对 这张纸条是什么 他会自我介绍 他会自我介绍这样 然后写一张小纸条 然后每个人都写 然后互相交换 有点类似交换名片这样 就是写完之后 我交给下一个人 然后交到最后一个人 他就这样子写就对了 XX 然后他是哪里人 对 然后专长是什么这样子 对 然后下一个人就在写这样子 对 传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最后一个人再传给我 就像这样 就是这边有现场的人稿 可是这个 你不是说一对一的讲课吗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那个可能也是菜鸟 然后一起过来 一起听这个行规这样 总共加上我有六个人 他那时候是怎么样跟你讲的 他们的行业里面的规则是怎么样子 规则 对 他到底要缴多少钱 6万9千8 也是6万9千8 又是6万9千8 对 那根本就是跟南宁一样 就是变种的南宁 就是南宁的份子 跑到了贵阳去 对 就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价格 然后他有没有讲说 三年还本3千万 他是说1040 1040 1040 1040万 1040万 那又是5千万 对啊 他说台币5千万这样 可是你缴的是 69800对不对 我没有缴 6万9千8 对啊 你们那边规定是6万9千8 你的也是6万9千8 南宁也是6万9千8 不过三年是3千万对不对 对 讲3千万 然后你的变5千万了 那应该要加入贵阳 对不对 比较好赚喔 对 他讲法都跟南宁的一模一样 好 而且你知道吗 他那个讲说1040 他们还讲说是一个秘密的工程是不是 对 他们说这个是国家建设 国家 我们投资的就是国家工程 这个太会包装了 你看他们讲了一个 叫做1040工程 说这一个是这个秘密的一个工程 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板子 一样 对 一样的 他意思是说 一样 我们刚刚就讲说建设的大西部 那这个是说 中国大陆呢 其实在北部有没有 推动了这样一个所谓1040的工程 重点来了 工程内容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运作方式 就跟刚刚讲的一模一样 6万9千8 6万 你看喔 6万9千8 有没有 21份 这个1040工程 就是他们自己 那个行业里面的人 自己编出来的 对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你什么样 缴了6万9千8 然后呢 一样要购买21份 那同样的南宁的话 买份 叶先生你们一样 然后每份也是3千8 对不对 一样一样 总共要买21份 不过呢 这边的话呢 最后面呢 又有一个出局 这南宁同样也有一个出局 讲说拿了3千万以后呢 这个老总呢 他就会出局 然后他如果要再进来 他再重新来过 这样子代表会生生不息 然后呢 那个老总呢 永远有人当 那有一天你就会 当上那个老总 让所有的人都有希望 然后呢 但是呢 到这边的话呢 他已经变成了1千040万 也就是说变成了5千万了 那你当时听到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哇 不得了啊 有 当时是蛮心动的 的确 然后但是又怀着 很奇怪 就是很多矛盾的地方 这样就有点半信半疑的 对 然后 然后我 我有问他们问题 但是他们都答不出来 有时候会答不出来 他们说 这个就是 就是国家工程嘛 这个 你可以自己去考察 可是 他这个话又有矛盾 叫我去考察 可是问题是 你限制我的行动 我怎么去看这样 他说这里很多 你怎么样觉得你是被限制行动的 就是 他不让我用 就是对外联络 像我说我要 我要跟家人联络 他只让我联络两次而已 就第一天和第二天而已 联络是可以讲电话是不是 对就是 连他的3G分享这样 对他用他的手机 分享网路给我 对 然后其他时间他都不让我用 对 然后到外面我想要连上网路 他甚至会阻止我 然后继续讲行业的事情这样 对他就跟你说 你先不要用手机嘛 我们先聊聊一下 然后又聊到行业的事情 对 叶先生你那时候的话 他有没有跟你讲说 不准跟家里面的人联络 还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联络 没有他说他保护我们的市场 所以这个是算是行规 所以说希望我们出去就不要拍照 那些都不要带回去 对 你是第几天的时候开始担心到 你的自己的人生有可能出现危险 第三天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有点后悔 因为那时候就是讲一讲 我就太早跟他摊牌 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危险 太早了 所以你那时候有点缩回来就对 对有点缩回来 跟他讲话就变得很小 好但是陈先生不一样 是 陈先生你那时候的话 已经开始担心你的安危了 你被软禁的时候 而且只能跟家里面打了两通电话 对不对 听说你在这过程当中 最惊险的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这一刻开始的时候 你其实那时候已经有担心到 你自己未来能不能回到 顺利的回到台湾 回回来台湾 对 甚至你在过程当中的话 你赶快把你的简讯打好 对我先就是前一晚 要离开的前一晚 我先把简讯打好 然后后来我就是到他们的楼 四季城楼下贵州路上面 然后挨家挨户的跟店家借网路 你是偷跑出去的对不对 对我早上 好来先休息一下 好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好好的来问一下这个程先生 程先生基本上已经被困在了 软禁在了贵阳的四季城里面 他从四季城里面是靠着白天 就是清晨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熟睡的时候 赶快偷偷摸摸的跑出去 但是没有想到他跑出去 并不是逃跑 他出去以后 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情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我们再好好的来问一下这个程先生 他的贵阳诈骗的一个过程